Minecraft作为一个开放式世界的游戏 玩家可以在里面做任何想做的事 像是Dream玩猎人追杀猎物的游戏 在游戏里玩一系列剧情的角色扮演 挖矿、打怪建房子 各式各样的玩法都可以在Minecraft里实现 是一个非常自由的游戏 可就有一天有一位玩家居然放话 说要在Minecraft里建筑地球 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玩家机密 他说的不只是建一颗地球外表的建筑 而是地球里所有的东西 包括全部国家的建筑 道路、一草一木、山川、河流等等 计划还原出一个大小1比1的地球 而放出这个豪言的玩家就是Pippen FTS 相信听到这里的玩家都已经惊呆了 一个人要怎么完成这个壮举 而且他是如何确保自己建出来的东西 是百分之百还原所有要建的东西呢 那么接下来玩家机密将带玩家们了解他那宏大的计划 如果有遗漏或者是想要补充的玩家们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 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 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哦 哈吉兵马秀 在两年前2020年3月21日 Pippen FTS在YouTube上上传了一部影片 标题是他将要在Minecraft里 还原1比1地球的死尸级计划 命名为Build the Earth 为了实施这个计划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 Minecraft里有所限制的高度 有玩过Minecraft的玩家都知道 原版的区块大小会设置成16x256x16 这就导致游戏里一旦超过256个方块的高度 就无法放置任何的方块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他使用了OpenCupidChunks的模组 这个模组会将区块大小设置为16x16x16 从而在游戏里形成无限的高度 为了实验 他找了Terra121的模组 这个模组是可以构造出 现实地图中所拥有的数据 简单来说就是从谷歌地图和其他地理数据中获取信息 并将其便宜在Minecraft里 建造出山川、河流甚至气候和土壤 省下了许多繁重的地基建造 就连世界上最高的山脉 珠姆拉玛峰也能在游戏里出现 以此证明模组的确可以达到无限的高度 为了验证模组在建立地基没有出错 在影片中他还特地前往了世界各地检查 不过由于Terra121无法构建出真实的建筑 所以在影片是看不到任何建筑的 这也成为了他接下来要行动的下一步 建出全世界的建筑 毕竟地形已经由模组建出来了 如果连建筑都让模组帮忙 那么这个壮观的计划就没有价值了 但如果全世界的建筑只靠他一个人完成 估计就得等到后年马月了 因此他呼吁各国志同道合的玩家 他一同完成游戏史上的袭击 毕竟玩家都对自己国家的建筑较为熟悉 当然不熟悉的玩家也可以照着谷歌地图建建筑 前提是要减队 他的这部影片吸引了很多的观看者 已经有1400万的观看量了 加入他计划的玩家也不在少数 仅仅13天就已经有6万多的玩家进入他的Discord伺服器 里面的玩家还非常兴奋地不停发送Build the Earth的字眼 于是他很快就宣布了和玩家合作的规则 玩家可以选择自己艺人或组团的方式建出想见的建筑 前提是建筑的经纬度 高度和宽度必须要符合真实建筑 由于模组服务器无法处理同时超过40名玩家的功用 所以他想出了玩家可以在自己的世界间建筑 随后发取伺服器确定正确后 再合并在他的世界中 不管玩家完成的建筑是大还是小 他都会在影片中著名玩家的名字 奖励他们的努力 说到鼓舞的玩家就建出美国休斯顿的复国银行矿场 摩拉维亚教堂 纪念美国第16任总统的林肯纪念堂 英国设立在南极的哈雷研究所 墙有音乐制度奥地利的市政厅广场 罗马尼亚最美丽的城市 皮亚特拉尼亚姆兹等等许多的建筑 当他看到其他玩家赛出的建筑后 他自己都不好意思放出自己的作品 因为他建出来的作品非常的简陋 尽管是自己熟悉的局主地 果然团结就是力量 各路大声的努力让原本空无建筑的地球 瞬间就多了很多标志性的建筑 而这也才只是伺服器里数百名玩家的贡献 接着他发出更多的声音 鼓励更多的玩家做出行动 一同成为这个史诗级计划的一部分 为了正式的宣传和易懂的说明 他还制作了网站 里面有着影片的宣传 玩家如何上传自己建筑的教学 和加入Discord伺服器的连接 很快他们就发现到了一个问题 地球本身是个球体 但Minecraft却是个平面 就像以前的世界观低屏桌 低屏桌是人们认为地球的表面是平面 而非巨大的球面 这种观点是绝大多数民族以前的观点 直到后来有大量的科学证明 才打破了这个说法 他们用了一段时间 仔细研究了历史上的所有地图 最后找到了两个最符合这次计划的平面地图 第一个是麦卡托投影法 一种等角的圆柱形地图投影法 另一个是戴美克绅士地图 或称富乐地图 是一个可以展开平面 有着20个面体的平面地图 在影片里列出这两个地图的优缺点 然后让Discord伺服器里的玩家投票选择 要不要换平面地图 和使用哪个的投票 经过15天的统计后 最后是要换平面地图 而且戴美克绅士地图 以碾压的数字 胜过麦卡托投影法 所以这就让他们小组 接下来要面对的难题 是如何把本师球体的经纬度 转换成平面的经纬度 毕竟他们都不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 就在他们苦思时 有位名为Hikiko Mori的网友 推荐了一篇 富乐地图转换的精确方程论文 这让一度停滞不前的他们 看到了希望 随后又在网上 找到一位名为Daniel Stubb的数学家 一个将地球表面 转换到平面上的专家 发明斯特雷贝1995年投影的作品 投影是一些纯数学领域的主题 包括微分几何 摄影几何和流行 然而地图投影是特质制图投影 他们向他发送了电子邮件 想请求使用他算出的地图投影 而后者也很乐意给予他们权限使用 就这样 使用的地图才正式定了下来 再接下来就是聘请一位编码员 将地图置入Minecraft里 然后发送给伺服器的玩家 确保使用正确的地图建建筑 有了地图后 玩家们又开始建出许多的建筑 阿根廷中心的五岳广场 香港的公寓 意大利著名的比萨鞋他等 就在所有玩家都在建名机时 他一个人就花费了将近250个小时 建出美国港口城市西雅图 这个毅力也太强了 只能说不愧是提出要建1比1地球的男人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玩家都喜欢他的喜话 像是有些玩家在看了他的影片后 就留言说 这个计划看起来就很蠢 嘲笑他还正以为自己是创造历史的领袖 辱骂他的计划和影片就像一坨屎 没有人在乎等等 面对这些辱骂性的留言 他也只是做出影片给予回应 并没有过多的反击 之后他也做出了更多的成绩 狠狠地打了这些看不好他的玩家的脸 他约好数十名玩家一起合作建造北韩 北韩是出了名的神秘 因为他们对自己国家的隐私有很严格的规定 国家的信息不可流出外国 特别是北韩一些贫困的地区 基本上相机的底片都无法活着离开北韩 再加上谷歌地图有些北韩的信息是空白的 不过这可难不倒他们 他们从网上寻找偷拍者的照片 谷歌Earth Pro上也可以找到缺少的地区 微信拍了照片 再花了数十个小时 玩家还真的合力将北韩完成了 大家都觉得成就感满满 最后他也不忘在游戏里玩爆炸的恶作剧 至于其中的梗 很多玩家都懂 之后又分别建造出南极洲 新加坡 冰岛 拉斯维加斯 摩纳哥 夏威夷等等许多的国家 其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 像是他们不能建出中国 因为他们之中没有可以提供中国地方指导的玩家 Discord在中国也被禁止 这让他们的沟通成了问题 除非有中国玩家愿意翻墙 可是翻墙在中国也是一个犯法的行为 该玩家可能会面对形式问责 试问又有哪位中国玩家愿意冒险呢 而且中国有些建筑 在看了谷歌地图后也不会展现出来 有店名可是看不见店面 汽车充电站在河的中央 从这点就看得出 想用谷歌地图建出中国根本不可能 为了实现计划的愿景 最后他们还是得建出中国 只是现在是完全不可能 所以这可能会成为他们最后的挑战吧 现在Discord伺服器的人数已经突破了17万 可是完成这个壮局的人正在逐渐减少 两年来玩家的激情都逐渐降稳了 关注这个计划的人也越来越少 影片的观看量慢慢从百万变成了数十万 为了让这个游戏的奇迹真的发生 有兴趣想完成的玩家可以搜索并加入伺服器 不管玩家完成的建筑是大还是小 他都会在影片中注明这些玩家的努力 并放出建筑 那么今天的介绍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什么想法呢 不妨在下方留言分享哦 喜欢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还有就是记得 打开小铃铛以免做过我们的更新哦 这里是玩家机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